主席王院长 行政院江院长 毛副院长 各部位首长 各位委员 各位媒体记者先生 大家早安 今天 我的标题是自费武功 我们人民显出我们立法委员 是要来监督政府 开会是我们基本的职责 最近 我们看到 我们的103年度的预算 既然 违反预算法48条的规定 直接副委 交付各委员会来审查 我本席 认为奇奇不可 预算法48条写得很清楚 立法院在审议总预算的时候 行政院长 主席长 财政部长 要来列席报告 我们施政的计划 跟税入税出的编制的情形 各位委员 我要请教 因为我们税入税出的短差 所以现在行政院 要用出售公营事业的股票 严重违反公司治理的事情 我们能够不问行政院院长吗 我们 现在行政院组织再造 一些预算的编列的情形 我能不能不问行政院院长吗 尤其 我们自由经济示范区 以及中间企业关系到中小企业的耀生计划 相关这些的施政计划 各委员会能够来代为替行政院院长答复吗 所以 我在这边 再次的呼吁我们 所有的委员 开会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不要自费武功 同时 最近我们看到 我们司法委员会开会 我们不是发现很多烂权监定的问题吗 我们不是产生了一个 刘兆豪一夕淡红的 一夕爆红的一个事件吗 所以开会是我们的职责 我也相信 我对行政院 尤其江院长最近打电话给我们的司法院院长 对烂权监定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的关心 他希望能够提出改善的计划 我们也从媒体看到 我们的司法院院长 也认为监定非常的腐烂 这些都是我们在宴会里面 我们要来请教我们江院长的 所以 我也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媒体 我们大多数的委员都是希望开会的 绝对不是浪费公堂的 所以因此我在这边再次呼吁各位委员 让我们不要自费武功